有很多民眾搶牌快篩得來素也造成了大塞車 民眾黨台中市議員參選人邱餘山 在臉書上就頗聞說 自己確診了 帶著發燒的兒子在醫院外頭排隊 真正等了7個小時 才輪到他們採檢PCR 質問說台中市政府說好的快篩羊得來素呢 他也怒劈中央是大開國門 害得國內的本土確診疫情衝破了6萬大關 而對此 中國服醫感染管制中心的副院長 黃高斌他就說了 的確確診人數是暴增很多 可以走兒童得來素綠色通道 平均一個小時應該就可以看到枕 醫院檢視外頭 快篩羊得來素綠色通道大塞車 民眾排了一圈又一圈 還有爸爸背著小嬰兒一起來採檢 站在太陽底下一排就是7個小時才看到枕 大家就是這樣一直排一直排 好幾個老人家都很可憐 那個看起來都病奄奄了 然後現在的醫療怎麼會變成 讓生病的人在外面能夠這樣排7個多小時 同樣在隊伍中的還有民眾黨台中市議員參選人 邱宇山在臉書自爆確診孩子也出現發燒症狀 自己是單親媽媽只好帶著孩子一起排隊 從下午3點等到晚上9點多才看到枕 說好的快篩羊得來素呢 她更直接點名總統蔡英文 面對疫情大人尚能自理但孩子又是何辜 他們看的速度其實很慢啊 也不顧大家都在生病啊 蔡英文總統可能不知道人間疾苦 是小孩的話我們台中市有推出兒童得來素 朋友可能家長不太敢跟他做快篩 那就可以到我們台中市這10家醫院 師傅表示勸人數暴增排隊人潮的確很多 家中若孩童確診目前全唐室有10家醫院 接受兒童得來素 7家診所提供診所得來素 平均一小時就可以看到診 疫情爆發期勸數只會多不會少 醫療量能也有限 請民眾多多體諒 接著從上午東山 台中聰明島